意气风发呀 范贤一只脚踩在抱月楼苏州分号顶楼地栏杆上 一只手拿着纸扇子在扇风 连棉树日地春末寒雨停了 暑气去了又来 瞬间让空气中地温度提升了起来 他眯着眼睛 看着在大街上穿过的送葬队伍 听着那些咿咿呀呀的哀乐之声 忍不住笑了起来 明清达果然有一套 表面上帝悲戚愤怒 与自己不共戴天之义做得十足 竟是让明老太君的入土仪式穿城而行 这一路和其招摇 沿路都有市民摆着小岸 放着肃果祭拜 还有些平日里受过好处的叫花子 在给那沿街缓缓而行的巨大棺材磕头 哀乐之声 其实有时候还比较动听 至少在范贤此时的耳朵里便是如此 他摇着扇子 忍不住又叹了声 意气风发呀 风自善中发 他才懒得与明媛玩什么意气之争 拿个死人来爱自己的眼 他并不觉得如何刺激 你要游街便去游去 反正对自己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害 在扫掉明老六以及老太君的相干心腹之后 明清达已经逐渐稳固地控制住了明媛帝局势 也正是在他的强力压制下 明家数万人 才没有因为明老太君的非正常死亡 而发出玉石巨坟的最后吼声 前几日在苏州城里叫嚣地势子们 被范贤玩了一招分化 又用棍棒教育了一番 再得不到明家的声援 声势顿时弱了下来 正如范贤所料 所谓义愤 终是不能持久地 当然范贤也清楚 要想压制夏明家内部地复仇声音 一定苦了明清达这位老爷子 不过这事儿本来就是明清达整出来地 如果他不想范贤 发飙 这些辛苦 这些为难 这些气势必须要吞下去地 而真正让范贤高兴地势 前些天洒在人群中地乌鸦们 已经传回了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明家帝突然沉没 让军山会的那些大佬们来不及反应 至少在江南一带 军山会帝某些执事 做出了一些相当愚蠢的应对 比如撩拔市民聚众闹事 凭借在这个事情中监察院帝秘密侦查 凭借明清达暗中卖给华元帝几个人物 监察院已经盯住了大江下游某处庄园 那里是军山会设在江南帝一个据点 或许只是各不起眼帝庄园 对于军山会也算不得什么重要所在 但范贤需要铲除他们 来表示一下自己的姿态 自己在江南 你们军山会就最好暂时老实一些 如果你不老实 我就让你闭嘴 飞骑不能入明远 这是因为陛下不喜欢 看着监察院帝武力过多地进入的方政务之中 但是对于军山会这样一个神秘地 甚至隐隐在对抗皇权的组织 庆国的皇帝陛下应该不会在一范贤会 用什么手段 江南路总督薛青也没有反对范贤帝计划 毕竟再要请示京都 时间上有些来不及 今日明老太君出殡下葬 也正是五百黑旗前行渡过大江 要去血洗谋储之时 送藏地队伍已经穿过了报月楼下地长街 范贤注意到一些权贵人物 已经很小心地退出了队伍 这些江南人士一方面不想得罪明家 一方面也不敢太过于服了钦差大人的面子 所以送到了城门口 便自行转回 意气风发呀 大权在握 何惧民心如何 范贤虽然没有飘飘然 但内心深处也开始感觉到 权力这种东西实在有弱毒品 难怪惜者有言 少龙转述 论坛常见 绝对之某某 带来绝对之某某 可范贤清楚 自己并不需要星号星号 他毫不羞愧地想着 自己的精神境界 还是比较高地 所以才忍不住第三次叹息道 话本之中 此时应有人凑去问道 大人因何 可惜了 王启年还要再过半年 才能因南庆 身边的邓紫月面色古怪地斟酌了半天 才憋了一句话出来 大人 好似心情不错 范贤笑脆了一口 说道 当然心情不错 这老妇人死地干净利落 于高楼之上 看他人入坟 怎不快乐 邓紫月心想着有什么好快乐的 忍不住开口见到 江南民 只说了三个字 范贤便拦住了 冷笑说道 莫来重复那些言论 什么民心民意 过不了几个月 这些百姓们便会通通忘记 什么人善 什么好处 只不过能记着几天 终究敌不过 家中做菜无油 做饭无米这些事情 重要百姓 百姓是世上最善望的那一种人 话有所指 所指自然便在范贤的身世之中 在那早已风吹雨打去 化为黄庭内库的叶家之中 当年叶家教诸如今之名家 风光以十倍之 力量以十倍之 愚民之恩德 以十倍之 上天一朝变脸 家破人亡 这天下万民 还不是个个尽若寒蝉 谁又敢 替叶家讨个公道 邓紫月一经默然 知道触及提斯大人 经年之痛 不敢再言 也终于明白了 为何提斯大人每逢 一提民意民心 便会冷笑对之 毫不在意 我们做臣子弟 只是陛下帝臣子 不是这些百姓帝臣子 范贤说了一句 与为人民服务完全相反的说话 事态至此 范贤还有什么不满意 明家是在首掌当中那只猴子 江南必定 夏七妃已从江北传回消息 前些日子与二帝方面挂上钩 京中户部那边风波定 杭州那边采药集 内库三大方热火朝天 在庆渔堂掌柜的注视下 严肃认真活泼 至于官场之中 范贤与薛青的关系日趋紧密 而宫中的陛下 对自己的信任 并未稍减 尤其是在明家之事后 范贤自损清明 毫无疑问 更天皇帝对于自己这个私生子 甘于孤耿的怜惜 左看右看 都是自己大胜之局 至于君山会 范贤的唇角闪过一抹冷笑 京外陈缘里的老子不知道是怎样想地 反正范贤是不打算在这件事情上深究太多 所谓养虎 便是如是 要完全缴了君山会 首先这是很难完成的事情 就算范贤疗发四股狂 冒着损失大半自己手中的实力的风险 也不见得能够做成此事 单看那位强横无比地庆妙二祭祀三十大师 都只是君山会扔出来的契族 就可以想象这个名义上松散的组织 阴藏着多少恐怖的实力 就算在父亲与老子的帮助下 一家子拼了老命 真的成功颠覆了君山会 江南定 君全文 皇帝又不会允许范贤领兵打仗 那范贤还能做什么 年纪轻轻就待在监察院那个 阴暗地房间里养老 范贤不愿意成为第二个陈萍萍 所以对于某些矛盾 他不会急着去化解扑灭 反而希望这种矛盾 会在自己能够掌控的局面中 慢慢绽放出来 就像是一朵带毒的花 当然 他没有想到 今日在抱月楼上帝想法 与那位老子的想法 竟是如此的一致 老少二人 都在为了某个不能宣诸鱼口的目的 而暗中努力着 唯一的遗憾就在于 这两个人似乎都不愿意与对方通通气 或许是不想牵连彼此 不深究君山会 不代表不对付君山会 君山会在江南因了范贤几道 他总要把这笔账算回来 所以此时的黑旗正在那条山道上 悄无声息的前行 几月地算计 唯一地小漏洞 就是那位君山会地帐房 周先生 这个人一直没有被灭口 而且在明清达 与自己的两方监视之中 居然还能悄无声息地顿走 说明这个人一定是君山会中地重要角色 说不定掌握着君山会的真正内幕 而海棠一直没有回来 范贤的眉间泛起淡淡担忧 那位周先生 一定是在非常强大的人物保护之下 他从栏杆边离开 坐回桌上 对邓紫月吩咐道 联络总督府 发海捕文书 他弟声音压地很低 周管家地画像 明家已经派人送来了 你交给总督府 两边一起查查 邓紫月一领 知道大人没有什么好的法子 只好开始动用官府的力量 争取从明面上逼上一逼 至于那幅画像 他也清楚 是明老太君的那位贴身大丫鬟画的 范贤叹了口气 说道 如果能把那个周先生活着抓住 你说 这事情是不是太美妙了些 确实想得很美妙 涌出了十几名监察院六处的剑手 长剑在身不曾拔 手中已经是举起了涂着黑色 不怎么反光 显得阴煞十足地弩剑 对住了那桌上帝那两个人 楼中本来无人 却偏偏悄无声息地多了两个人 对方帝到来 不止瞒过了监察院六处地剑手 瞒过了虎卫 也瞒过了内伤早已痊愈的范贤 这是什么样的境界 然而 范贤地方卫力量也反应地极快 瞬息间 就将那两个人隔离了开来 十余饼弩剑 外加可以硬抗海唐朵朵地七虎卫 再加一个早进九品的范贤 就算来者是东夷成帝云之兰 北齐的廊桃大人 众人也有信心 将对方轻轻松松地拿下 可是那两个人面对着这样的阵势 却丝毫没有异样的表情 其中一人面上的笑容还有些勉强 而另外一个戴着立帽的人物 浑身上下只是透着古冷漠 透着古世众人如无物的冷漠 戴立帽的那人缓缓抬起头来 露出那张古齐的面容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只是那双眼睛 看着楼中众人 就像是看着一群死人般冷漠 你要周先生 这位就是周先生 那个人在群弩还制之中 如暮春风一般自在 自然一股霸气凭空而生 隔着众人人 冷冷看着范贤 可是我不会给你 范贤隔着虎卫们的衣衫 看着那个人 心头微动 平静说道 原来就是你护着周先生 难怪海棠一直没有得手 既然你不肯把人给我 那你来见我做什么 我没有和不速之客 聊天的习惯 那人冷漠说道 一个交易 撤回黑棋 我饶你一命 饶你一命 在这样的情况下 居然说饶范贤一命 除非他是傻子 才会有这样的自信 但范贤很清楚 对方绝对不是傻子 所以对方一定有本事 在这样的局面下杀了自己 所以范贤反而笑了起来 问道 海棠可好 那人忽然很古怪地 翻了一个白眼 我很少杀女人 范贤微笑说道 那就好 放 很突兀的 很没有征兆的一个放字 监察院六处 剑手手中 饥黄一松 三十余之 为了剧毒地弩剑 分成三批连发 如秘密死语一般 往那桌上射了过去 什么周先生 什么军商会 都来不及管了 只要能杀了面前这人 范贤觉得怎样都值 意气风发 他递唇角露出一丝苦笑